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陈志根 美国南加大保健中心的妇科医师丁夺 涉嫌借医妇科医师之职务之便 对于女患者性骚扰 而且受害者华裔女性占比率高 而针对这起事件 洛杉矶知名律师邓宏 呼吁受害人站出来 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遭控性侵的南加大学生 保健中心妇科医师George Tindle 近30年来不断被检举行为不当 让他看诊的学生当中 有极高比例是外国留学生 对于美国的医疗操作作业并不熟悉 根据媒体报道 他特别喜欢对华裔女学生伸出狼爪 专门受理刑事案件 在洛杉矶职业的华裔律师邓宏 曾经为两位受害的中国留学生家长 担任法律顾问 针对这个事件 邓宏律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南加大校医性情的案子 引起很大的轰动 一方面也是引起很大的气氛 美国主流的媒体 也是不断地在报道这个事情 更重要一点的话 我们受影响的这次的话 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因为这个校医在体检的时候 有三个不当的行为 一方面的话 他自己实施地拍了很多 女性膝关的照片 这个是没有病人同意的情况之下偷拍的 另外一个的话 在体检的过程之中 他要求女同学 要求进行裸体体检 这部分里边的话 并且在体检过程之中 做了很多这种赞美的 但是的话听起来是赞美 其实就是 绝对不是医生的医学建议 在骨盆体检的时候的话 他在插入牙嘴器之前的话 他用手指来触摸 所以这些不当的行为 是护士看了看不过眼的 他们才向校方举报 但是学校并没有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这方面的话 呼吁所有的留学生 受害的留学生的话 站出来向警察合作 追究这校医的刑事责任 同时的话我们很幸运的话 每个最大的人体伤害律师事务的 Dradia Keys这部分的团队里边的话 也加进我们这个追讨行动 要求校方的话 对所有受害的学生 做出必要的赔偿 并且的话就像David律师所讲的 我们会要求惩罚性赔偿 George Tendall的罪行 至今才被曝光 很多受害人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考量 没能站出来举报 邓宏律师呼吁 现在正是被害人站出来 将罪犯绳之以法 让他得到应有法律制裁的关键时期 如果您是受害者 或者有任何举报资讯 可以联系邓宏律师事务所 得到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援助 终点频道采访报道 在这里